雪夜里一柄短剑飞向窗内 窗内读书人非常警觉 一个飘逸摆头飞速躲过 窗外黑影眼见一击不中 就急忙跳墙跑路 一直跟踪过来的路人 迎去良和黑伯刚推门而入 一个老人就从屋内走出 迎去良一眼望去 这个白发白须白眉高耸的老人 目光却明亮深远 精神更是清奇绝朔 两人进屋刚开始炉边谈话 一个白衣少女就飘然走进书房 爷爷刚才有事 远客造访而已 多亏这位公子帮忙 送客走了 多谢公子 迎去良望向少女拱手还礼 这女子有点意思 乍一看算不得一个利人 不柔媚也没有交态 一身不衣一头长发 连对人失礼都是世子模样 但她的普通话却说的相当标准 这是老夫孙女叫做玄奇 玄奇 一听这名字迎去良就感觉 这一老一少很是神秘 千辈高人敢问为何与人接仇啊 老人淡然一笑 说有人要将学派之争用剑了断 而刺客这次前来 为的无非是案前的这本叫做《鬼谷子的奇书》 鬼谷子凶罗万象 对弟子学业 也因其先天禀赋而受 从不牵强 鬼谷们多有奇才 所学又往往截然相反 世人不知将鬼谷子列为何派何家 只好直呼为鬼谷们 鬼谷子的神秘 鬼谷奇才的深不可测 让一心求贤的迎去良动了心 他迫切地想知道鬼谷子都有哪些出山弟子 赢去良陷入了片刻的沉思和神网 他隐约感到这老头是高人 是他苦心寻找能让秦国起死回生的高人 但赢去良此刻还不便请这位老者出山 毕竟俩人血液初次相逢 就空着手请人家办事 不是敬贤之道 而正确的做法呢 就是改日郑仲登门拜访 于是啊就拱手告辞 可他刚走出门 一个声音就喊住了他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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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武士呢 起身忘剑 没有戒心 用不着防备 根本就不是 迎去良双手接见的这一刻啊 不由得对这个女子顿生好感 她身上那种明朗 那种聪慧 那种本色 那种纯真 还有那种飒爽之中 时不时透出的嫩媚 是任何其他女子都无法拥有的 尤其是他那几生公子 喊得悦耳动听 真是给人一种莫大的享受 今夜 神秘的老人 神秘的玄琪 萦绕在了迎去良的脑海 等到春天来临 万物复苏 迎去良终于又来了 正要出门的玄琪 一脸灿烂的盲将迎去良迎进屋里 神秘高人知道了 那碗雪叶唱谈的后生 乃是秦国新军 秦功来矣 我自明白 老夫只能略微谋划 不能深属其事 迎去良没想到老前辈会拒绝的这么干脆 于是呢 就以为老前辈怪他敬贤不周 嫌秦国太穷 但当老前辈自曝身份后啊 迎去良瞬间惭愧了 我乃秦目公使百里希之六世孙 百里妖 前辈是百里希之后 二百余年了 百里世世世代代 隐居山野 迎去良惊喜交加 肃然离席站起 然后铺地跪倒 百里老前辈 迎去良不孝 来迟了 百里老人扶起迎去良 刹那间呀 他泪光迎燃 二百多年前 他的先祖百里希 曾经相助秦目公 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二百年后 百里希的后人 看到秦国沦落 自然不会无动于衷 但迎去良不知道 为什么赫赫有名的 百里一族 竟然会隐居山野 百里老人面露沧桑 他告诉迎去良 说先祖百里希 辅佐目公成为五霸之一 但等目公辞世后 秦国后继英主 于是呢 就辞官回楚国归隐 而先祖还给后人 立下了遗言 说百里是后代 可回秦国居家 但不能做官干事 这条遗言 不仅挡住了迎去良 请百里老人出山的路 更让迎去良 感到困惑 这到底是为什么 因此 百里家族六代人 专心搞智学 从来不当官 久而久之啊 就成了家风 这迎去良 沉重的叹了一口气 秦国不振 迎去良 孤掌难鸣 往前辈给我指路 救我秦国 秦国要强大 实在是 得有一个 乾坤巨将 迎去良 何尝不想找一个 乾坤巨将呢 为此他还曾派人 访便秦国山川 可惜啊 没有大才 而就在这时候 百里老人会议一笑 求贤之道 何必陷于本国 你想想 我老祖百里希 原是楚国逃奴 当时致民能臣千书 是宋国庶人 大将军批报是晋国侨夫 理财名臣公孙芝 是燕国小吏 大军师鱿鱼 则是西戎世子 这五人都不是秦人 穆公为以重任 然后秦国称霸 所以孔子赞叹道 以穆公胸怀 霸主 小乙 当王天下 这样看来 至秦者 未必非秦人不可呀 迎去良 毛色顿开 他当即吩咐警监 回国府立即拟定秋仙令 向山东各国搜罗人才 而白里老人呢 也决定为秦国奔走一波 去山东寻找那两位 能扭转乾坤的巨匠 院子里 迎去良解下配件 赠别宣奇 小妹 这是我佩戴二十年的齿三件 远足有学 放身有用 刹那之间呀 玄奇明亮的目光 直视迎去良 而迎去良的眼里 满是真挚与坦然 两双对视的眼睛 在询问 在回答 在碰撞 在融合 在春寒料鞘中 化成了熊熊火焰 这把骑士短剑是迎去良赠予玄奇的信物 玄奇能收下吗 大哥之礼 我愿意收下 怦然心动的玄奇 将短剑紧紧抱在胸前 剑身上有迎去良的温热 有此生不疑不义的爱恋 和不离不弃的思念 而对迎去良来说 玄奇接过那把剑 就意味着他阴霾笼罩的心田 从此射进了一缕光 有时候能爱上一个人 本身就是一种治愈 而能够被爱 更是一种幸运 迎去良在玄奇这里 同时拥有了爱与被爱 可他一回宫啊 就被老干龙的求贤令 整得泪绝不爱了 老干龙亲自操刀的 秦国求贤令1.0版本出炉了 为了完成国君迎去良交代的任务 他一大把年纪 熬夜加班 改了好几个版本 终于有了下面这条 自我感觉牛逼的招聘广告 各位山东世子 都有了 大清集团招聘了 当今社会什么最贵 人才 姚举荐了顺 顺泪推了鱼 周温王发现了江子牙 齐桓公得到了管仲 齐木公发掘了百里锡 这都是举财用财的楷模呀 我私自成立以来 也始终坚持人才新国战略 现在我们大清集团要振兴 新老板很重视人才 所以请大家积极踊跃报名 一起加入我们吧 老干龙熬夜爆肝的作文 刚念两句就惨遭迎去梁枪毙 心里顿时就有了点小脾气 可迎去梁一向尊重老同志 今天大庭广众之下 不给老干龙面子 自然有他的道理 这语气 这姿态 整得跟重金求子似的 咱不行就是不行 还搁这装啥 迎去梁一语中地 但下面的人啊 一点也不截茬 默认跟着老干龙 一个鼻孔出气 就在这时呢 年轻的警尖 坚定地站在了迎去梁这边 被年轻人说重写 老干龙一个白眼飞过来 小屁孩跟谁说话呢 谁还没点小脾气是吧 迎去梁听出了火药味 可是对这个根基深厚的老同志 他还得客气客气 经过一夜空心思索 迎去梁亲自操刀的 求贤令2.0版本 终于横空出世 但老干龙看完啊 就带头反对 此等求贤令 老臣断断不敢搞同 属罗先祖 这也算求贤令吗 扎实是扎实的 可总会有些苛责阻伤 迎去梁遭到集体反对 关键时候啊 又是警尖坚定地站在了领导这边 军上一片赤心 这卷求贤令 定能震动天下 警尖 迎前充满杀气的眼神 似乎要吃了警尖 迎去梁望向迎前 这个一向最挺自己的大哥 不认可这道求贤令 似乎也没有让他意外 毕竟那被六国分勤压迫到几乎窒息 被天下悲情刺痛到心里流血的滋味 只有他自己能完全体会 只要能强国他不会也不能有任何顾忌 成心求贤就得捧出真心实话 先祖误国就不能说吗 分明就是穷国弱邦 空留尊严 死要面子 求贤还要摆谱 是你 你愿意入侵吗 求贤为了什么 为强国为富民 求得大财 强国富民 那才是真正的敬祖 不敢 放 迎去梁罕见的霹雳决定后 这道求贤令像一道耀眼的火光 迅速捕获了山东世子的注意 而这些世子之中啊 就包括那个神一样的男人 魏央 这个啊 我们下期再聊 喜欢的朋友 还请来一波关注点赞评论 你的支持 是古道 吃就动 這是生活是ätz的 是千万里的友情 优优独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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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大哥,我会有ented